日本公旗A5和牛切成薄片鋪在醋饭上 盆墙炙烧 表面微焦 香味四溢 这已经是第三份了 而且它的和牛超软的 好好吃 平常在台湾本来就比较少有机会吃到和牛这个东西 那刚好听到说这边有 所以我特别冲过来这样子 用餐客人不顾吃到饱吧台 大排长龙全冲着他来 业者砸重本推出和牛寿司吃到饱 吸引超过600位民众挤进餐厅 看大家这样吃的速度 今天至少70到100万 直接这样撒出去让大家吃 可能跑不掉了 一盘两罐和牛寿司成本将近600块 以吃到饱午餐价格来看 吃两盘就能回本 另外业者还推出吃到饱套餐 包括嫩煎和牛 汆烫 牛肉汤 沃寿司 再搭配Buffet 看准和牛商机 还有业者推顶级铁板烧 松板级A5和牛在铁盘上 煎到双面围焦 一刀切下立刻流出肉汁 油脂很均匀嘛 所以你要切1.5公分 然后要在大火旁边 煎一下再移到旁边 给它熟成一下 生牛肉片铺上剥皮辣椒 放下铁盘立刻卷起 和牛铁板烧料里一共7道菜 包括牛肉卷 煎牛排 最后再来一份和牛炒饭 一人要价3290元 日本和牛登台 餐饮业者比分量凭CP值 也让挑嘴掏客多了更多选择 三新闻 谢军众 许世廷 许少云 跳不到